这场演出 我觉得初衷就是 想要做一个音乐舞蹈 艺术视觉 各种语言融合的尝试 从策划到完成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在如此有限的时间里 完成这样体量的工作 对于我来说 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我在第一时间就联系了 这次演出 比较核心的参与人员 这边包括乐队 舞者 还有视觉设计 他们也给予我了 非常多建议和意见 极丝广义 于是这场演出的 整体调性 和想要去做的方向 就很快奠定了基调 我觉得最后的呈现 还是挺满意的 但我也在不断地反思自己 肯定还要做的更好的空间 从前期筹备到演出当天 我都是处于一个精神高度紧绷的状态 就特别害怕自己会有哪个部分是疏忽的 我今天夜晚没休息 我脸上 眼睛全红了 今天是我第一次睡伤子 早上刚学了 哈哈哈 整点上吗 等一下等一下 我问一下 不想等人都进来 走走走走走 加油 就好像要在两个人格之间不断的去切换 但当我要上台的那个瞬间 我还是会给自己打一些鸡血 让自己从疲惫的状态中抽离出来 以更饱满的情绪 投入到作品当中 这次请到的乐队 也是蛮特别的 我在演出当天 也说他们是散装乐队 其实大家都是 我很熟悉的人 也是会经常 一起玩音乐的朋友 我觉得跟熟悉的人 一起做音乐 在舞台上呈现出的气氛 也是会更有感染力的 因为我听他的歌也是 觉得里面有很多的 电子音乐的原色 然后他也愿意尝试 很多先锋的艺术的表演 和编曲的一些形式吧 我都不知道 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但肯定是会 非常的包容 非常的痛苦 然后他的音乐心上 会走得很远 我觉得这场演出 更多的亮点是在于 音乐和舞者之体语言的结合 我就有主动问他 关于这张专辑 然后关于这些歌 背后的一些 他的状态 让我联想到一些 有关于探索 有关于打破 有关于视频重建 建构的一个画面感觉 我在做策划的时候 把这场演出分为了 上半场和下半场两个部分 上半场主要就是 巴布办这张EP 比较完整的内容结构 然后下半场主要就是 跟大家一起回顾 我更早期的作品 想让大家通过 这样的演出形式 更能察觉到 我作为一个音乐人 在音乐风格上的 不断地探索 和更为全面的面貌 但无论是现在的作品 还是之前的作品 我觉得都是非常 真诚和真实的 这一星可以再大胆一点 他可以更加放开地去做 保守的是说 大家是来观看 一星的演出 而日和一星一起玩的感觉 能看到那么多人支持他 就也很替他开心吧 我只想要蜡烛 有点好好的说声再见 遗憾感谢 都回不去作词 我只想铭记这瞬间 我们一起走过的光年 六月后光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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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真的 每次这首歌 非常非常非常地 非常地感情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 真的是给大家所有人的记忆 三二一 生日快乐 但是他不穿着眼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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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彆高 婿 看下你们的笑脸和流星划过天面 许下我们的心意愿 当现在长而永远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边就真的特别多文字 特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